可是這個油是回收再製過的 這個它是不去驗的嘛 那我們買的油 我們買油的時候 我們就買香醋油 我們也不知道說這是回收油啊 他也沒有跟我們標榜說 這是回收油啊 不可能嘛 你那有可能感覺 標榜回收油 而且搞不好還 如果它是回收油 還賣這種價錢 其實對我們也是 對業者也是 那是一種詐欺行為 也算是詐欺嘛 君頭看著我 這個人是給大家拍的 他是合法的回收業者 他主動出來說 說他們是合法的 可是他說非法的太多了 對 沒錯 那非法的太多了 這個很多餐廳 就跟這個人說 你有回收油可以賣多嗎 想像餐廳要買回收油 節省成本 因為油價太貴 對啊 因為油這幾年貴 尤其除油 不是收水油回來的 是已經處理好的 回去處理過的回收油 還有團戰一直也要買 不是 他為什麼要 他處理完回收油 是要幹嘛的 他是送給人家做生殖柴油 生殖柴油 肥皂 那就可以來煮吃了 對 但是 不可以煮吃 問題是餐廳要跟他買 他說我沒有啊 我怎麼會有 他說有人在買 你會比較小嗎 你聽不懂 油太貴 這是年輕的油 因為大眾物資也在長這樣 沙拉油 沙拉油有時候貴到一桶一千塊 一千塊 十八公斤一千塊的時候 很多人問問 你有比較好的 你有收油 這兩年因為 尤其今年因為小豬下利的事 關係 所以豬油非常貴 一直去給 是 其實我們剛才在講 這個檢驗的東西 就是凸顯政府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是品質 比如說我可能一般正常的豬油 或一般正常的黃豆油 我可能我只要看說 你有哪些東西 證實說你在精緻過程中 是非常合標準 你就是一個好油 可是另外一個面向是 它有沒有防堵這些 所謂裂油 或者回收油 進來的機制呢 其實它沒有 因為從頭到尾沒想這些事 所以它也沒有定過這些指標 因為你就是知道說 所以你要去查說 這些東西裡面 可能會出現什麼 為什麼一開始它講完安全 第二天人家台大公衛學 一排教授出來講 你在開玩笑嗎 為什麼 原因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說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然後這些東西怎麼來的之後 裡面會有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開始想說 那我未來要怎麼防堵 所以我未來是不是 定期去抽的時候 我不是看說 你是不是一個好油 而是看你有沒有偷偷摻這些回收油 所以呢 人家老師是怎麼說 你要去做一個類似圖譜 對不對 我今天有一個指紋圖譜 正常豬油應該長這樣子 正常大豆油應該長這樣子 於是我如果常去抽到 奇怪了 你就來對照就好了嘛 有一個油 是比人家多一隻手指 這隻手指是哪裡來的 我都要開去看啦 所以就定期這種 所謂的篩檢指標要出來 我跟你講 我們政府常常這樣 比如說以前豬肉瘦肉精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時候豬啊 不是不能用瘦肉精嗎 對 可是有時候有些人會想偷用 對不對 偷用可是房檢局或農委會會來檢查 檢查 他們因為只知道 他們只有四種嘛 因為都知道你會驗這四種 對不對 現在都還記得叫萊克多巴 萊克多巴 其實瘦肉精有四種 四種 你會驗這四種對不對 我用第五種 走私業時來說 我有第五種 然後他就買 買了之後政府說 他又有新藥嗎 就驗八種 推銷藥品呢 據說我跟你說 我賣你九號 他是八種 他就賣他九號載 然後現在就驗二十種 你就是永遠要這樣 就說你要比葉子走在前面 否則葉子知道你要驗這五種 我就設法把這五種用掉就好了 否則人家全球都覺得什麼 全球都覺得 回收油這生意沒有辦法做 為什麼你們台灣能做 因為我如果回收油 要進化精緻到完全跟 符合一般出自油的標準 成本多高 成本太高 那不如就用豬去做豬油 對 為什麼台灣人居然能做 因為我們只要求這三個指標 對 我們剛才不是說 他們去夜市買大廠生產的沙拉油 去鹽 結果鹽有生到剛才的方向清 表示很炸故 就表示那是回收油 那是大廠生產 他說 他的同業告訴他 說曾經有做食用油的大廠 向他那個同業買過回收油 我一開始不相信 但看著這家廠商連環出包 一切不是空穴來風 他怎麼說到家裡 連環出包的也只有一家 最近連環出包就只有那家 我以前有節目 節目叫做連環泡 對啊 最近連環出包的也只有一家 然後呢 他又說 他說 你問我這大廠拿回收油做什麼 我不得而知 但一年前我就跟你們金周刊講過了 泡麵的油包有問題 那是說食品業的大廠還是自油的大廠 對啊 這沒說 食用油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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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是這間了 而且喔 他們已經堆了 或是要收那個 回收油的 結果他們都要堆堆 堆堆堆堆 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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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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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也有油泡混豆油 這樣不行 如果沒有人知道這樣不行 油泡去做這樣不行 小時候我們都吃油泡 怎麼不行 可以做 可以吃嗎 可以吃 可以吃啊 吃做會怎樣 你現在看油泡 你的油泡做的環境是什麼環境 老師的意思是說 小時候吃油泡是我們家的 我們家裡吃油吃什麼 家裡吃什麼 第一代就是Virgin的油 對不對 對 可是 粗詐嘛 他還說Extra Virgin 對 然後老師說的意思是說 一般餐廳的油泡 一般餐廳的油泡可能是不知道 油不知道用過幾次了 去盛出油泡的那種吃的 餐廳的比較好 還是小吃探 你如果像那種黑漆漆的 黑漆漆的那種工廠 盛出豬油村的那種油泡 你會覺得這樣嗎 不知道也會很浮 對 很多人也會很浮 這個飯也會比較香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收這麼廢料的時候 很沒衛生嘛 沒衛生就沒關係就擠不住了 沒關係 表示容易腐敗嘛 你如果去菜市場 菜市場兩次嘛 早市到暗市 黃昏市場嘛 黃昏市場嘛 所以他們會去收兩邊嘛 收兩邊 你知道他才收收的 沒有收收的 所以這間工廠 一天要兩邊加工時間嘛 他有冷兩場車嗎 沒有嘛 那這種工廠 拿那個油泡是要做出來的 他有冷凍庫嗎 沒有嘛 所以他一定要現來現加工嘛 所以為什麼說 去那種工廠的頭前一定先拼什麼 人不夠 味先夠 對啊 當然 是不是 都很吵 我們如果說那種工廠是說 頭前有木塵是怎樣 就拼到那個牛塞味 是不是 這種工廠一樣嘛 你不拼就要炒魚 炒到這樣 頭前有在浸地油 是不是 你那邊看 那個環境是要炒到的油泡了 那不會吃的嗎 其實這種醬油就不可以人吃了 何況說那個地方 為什麼那種豬油不能 因為你的原料是不符合 衛生條件下 炸的油嘛 這個就已經是不合法的嘛 所以老師 現在加速也起床 你要炸油也要加速錢 對啊 老師你都用什麼油 我不是業員說 我不是業員說 一名有時都不吃油 房子都不油 我有吃 我是吃比較少的人 我都吃比較少 你有三味油 三味油 其實我吃油的 我吃油的 稍等一會兒來講 好 先休息一下 一名說 你說房子都不油 一名有可能人家都不油 一名有可能人家都不油 老師你都吃什麼油 我吃亞麻籽 亞麻籽油 但是我不是吃亞麻籽油 聽清楚喔 你吃亞麻籽油 亞麻籽油非常容易氧化 對 這內行的 你這個要用這個油 要很小心 未萌其力會先受其害 所以我就要幾顆不來 要吃的時候才給它敬膚 放炸菜的時候 到後來才給它噴一噴 我們這個 先做油就對了 不用做油啦 你為什麼要吃油 那就是油嘛 對啊 你炸菜是用水炸嗎 我 不一定會加油 我炸菜不一定會加油 因為你加油呢 溫度很高 我們盡量烹調溫度要低嘛 所以我肥不要用那些鹽嘛 我聞肥就好嘛 因為你菜自己會出水嘛 稍微免一下就好了嘛 唯一調味料就是鹽巴而已嘛 你什麼外面的什麼沙拉油那些都不用嗎 啊 有什麼 我怕那些 怕那些 怕要怎樣 沙拉油為什麼要炸 啊 基改啊 基改的黃豆 對 基改的黃豆 沙拉油現在都基因改良的嗎 對啊 比較燙啊 整個包含一九十幾個都基因改造 改造黃豆 現在市民上大家也都會基改 老師你炸肉沒放油 哦 是的 我沒炸肉 你沒吃肉嗎 我 如果你要請我吃 我一定要吃肉 沒關係 我可以吃 我沒有說一定要吃素啦 哦 哦 哦 盡量比較沒吃肉就對了 對 盡量比較沒吃肉 那錢的也都沒吃就對了 我突然沒排油煙機要怎麼炸 哦 因為你 因為那種主法沒油煙啊 就沒輸他排油煙機啊 對啊 啊 葉民說沒有吃油怎麼還是胖胖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剛上任的時候 大家採訪他 他講完說他沒有吃油這件事情啊 大家也是記者們就是眼光看著他 那好可憐 然後他自己應該也覺得很羞難 然後就說 啊 因為他多數都外食應酬 所以家裡沒吃啦 但是外面都有吃啦 哦 說清楚嘛 那我還是要回到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大家要看一下 這個給我做夜民公 對 這個就是夜民公 啊 年鳳是說 他應該是要吃油的時候都自己吃 自己炸油 不是啦 我還是要回到這個道歉 他有什麼 他為什麼會這麼可以講說自己很委屈 自己是受害者 我相信不 他其實 對不對 他講說他是 他是 他是 什麼 什麼他還下跪 還道歉說他也是受害者 說他並不知情 這樣子 這怎麼可能呢 然後說郭烈成帶他去看的工廠 是另外一家 不是那一家 他現在就分成兩個部分 針對香港的這個金寶運這個部分 他的意思是說 這也是港商 因為港商給我們的是 For Human Use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進來了嘛 那這個